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哪个国家的名字里包含斯坦这两个字 那么它一定是个穆斯林国家 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谁谁谁的土地 比如说巴勒斯坦的意思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知道了这个意思和这个例子 那么您对中东和中亚某些国家的名字 应该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了 穆斯林把国家称作是自己的土地 反映了这种宗教和这种信徒一种类似战有欲的特质 那咱们今天要聊的是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发家史 外界都知道伊拉克有个库尔德自治区 但是库尔德人却管自己的家乡称作是库尔德斯坦 全世界的库尔德人集中分布在土耳其 叙利亚 伊拉克和伊朗这四个国家交界的地方 但是很久以前那个地方并不属于库尔德人 属于谁呢 我们不知道 这个对咱们今天内容也没有关系 反正大约在七世纪的时候 阿拉伯穆斯林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移民到了那儿 跟当地人混着混着就逐渐有了库尔德人 早期这些库尔德人在之后的岁月里 并没有长期过上世事安稳岁月静好的日子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金戈铁马 会从不同的方向踏过这片土地 库尔德人也只能跟着左右逢源或者丧权辱国 到了一战之前 这块地终于落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手里 落到他手上之后 库尔德人算是过了几十年的安稳日子 这个安稳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库尔德人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 恰好跟奥斯曼帝国的信仰是一致的 所以奥斯曼人看他们还算顺眼 另一方面 库尔德人那时候就比较骁勇善战 这也是过去多少年反复斗争积累下来的优良传统 也多亏了这两个特点 库尔德人深得奥斯曼帝国将军们的青睐 直接就把他们征用了 用来镇守边关 给他们的好处是免交个人所得税 于是两边相处的还算颇为融洽 但是这种融洽也就持续了几十年 因为几十年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一战是一场大规模的恶性持谢斗殴事件 参与斗殴的一方是由英国 法国 俄国 意大利等国组成的协约国 另一方是由奥匈帝国 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组成的同盟国 打架前 协约国不是很厚道 派人给骁勇山战的库尔德人传话说 哎 等一下我们动手的时候 你们就别掺和了 回头干完活了 我们支持你们独立建国 库尔德人心想 哎 这事可以啊 所以在一战中 库尔德人并没有专门替某一方卖命 反而在乱局中处心积虑地为以后的独立保存实力做准备 甚至还趁乱占领了一些三不管的地方 都持续了四年半 协约国最终艰难的获胜了 获胜的协约国以防止奥斯曼帝国将来继续以大欺小作为遮羞部 开始了争抢地盘 肢解奥斯曼的活动 奥斯曼帝国最后剩下的最大一块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在这个贪婪而龌龊的过程中 各方势力前后签署了好多个名字古怪的条约 但是这些条约最终都没有把库尔德人独立建国这事给落实下来 因为分赃的时候 大家都不乐意放弃自己到手的东西 于是库尔德斯坦连同他的人口像一个饼状图一样被一分为四 土耳其 叙利亚 伊拉克和伊朗各占了一部分 这也是目前库尔德人在中东的主要分布状态 虽然在四国以外的地方也有分布 但数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从目前的整体状况来看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是这四家里混得最好的 那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再过三天 人家都要在自己家乡独立公投了 而此时此刻 待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 还迫于两国的淫威 不敢乱来 而反观叙利亚的库尔德人 他们还没有从战争的泥潭里脱身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能有今天 那也是经历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奋斗过程 这个过程继续从一战结束开始说起 一战之后 伊拉克被划分给了实力雄厚的大英帝国托管 托管下的伊拉克那时候叫做伊拉克王国 库尔德人虽然很能打 但是跟英国人相比 显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所以从一战到二战的几十年里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处境比较脆弱 被大家长彻底征服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大家长还没来得及出手 自己那边先出事了 一个叫卡萨姆的军人 在1958年带着一帮兄弟 来了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 推翻伊拉克王国 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 卡萨姆为了获得库尔德人的支持 派人过去说 你们别闹了 等我位置坐稳之后 会同意你们独立建国的 库尔德人一听这个 这可以有啊 可是后来结果呢 卡萨姆食言了 因为当他做了总统之后 发现如果同意了库尔德人建国 那他绝对会被人喷死在总统位置上 知道真相的库尔德人引雷掉下来 心想过去被协约国玩弄也就算了 他们人多势众惹不起 你卡萨姆也来耍我 你以为我们吃素的呀 于是一怒之下 在北方地区揭竿而起 武装占领土地 然后驱逐当地的政府官员 如今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地盘 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拿下来的 虽然卡萨姆出兵镇压过 但是没搞定 做了五年总统的卡萨姆 后来被复兴社会党在1963年发动政变给赶下了台 一个叫阿里夫的人做了新总统 阿里夫上台之后继续出兵讨伐库尔德人 但是依旧搞不定 阿里夫的总统职位也做了五年 五年之后被复兴党的军官们发动政变推翻了 一个叫贝克尔的人接手总统职位 贝克尔也派兵委罚 但因为种种内困外交的原因也没搞定 事情就这样拖到了1970年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就被获准建立了自治区 这也算是熬出头了 贝克尔在1979年病逝 总统的位置到了当时复兴党的二把手萨达姆的手上 萨达姆算是伊拉克历史上脾气最火爆 动手能力最强的总统了 他的个人作风呢 就是能用战争解决的问题 绝不上谈判桌 库尔德人几百年来最痛苦的日子 就是在萨达姆的手上度过的 这并不是因为萨达姆闲着没事 想把自己统治的库尔德人达到福气为止 而是在他忙着打两一战争的时候 库尔德人特别不安分 作为国家的一个自治区 居然和敌人伊朗相勾结 接受他们的资助 并且互相眉来眼去 让萨达姆吃不下睡不着 终于在1988年 伊朗军队进入库尔德自治区 萨达姆对库尔德地区来了一次地毯式的大轰炸 和地面大扫荡 甚至动用了化学武器 这就是著名的安法尔行动 这场行动直接造成了18万库尔德人死亡 多达1000多达150万人流离失所 后来萨达姆被审判时 这也是他的主要罪行 经过这事之后 库尔德人恨死了萨达姆 也彻底放弃了老老实实 做一个自治区公民的打算 准备跟萨达姆死磕到底 萨达姆确实很能折腾 1988年 两一战争在联合国的撮合下结束 还没安稳两年 他又南下占领了科威特 于是跟老布什交手 打了著名的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以萨达姆的完败而结束 库尔德人心想 嘿 您这萨达姆也有今天 于是趁机开始闹独立 于是北方地区又陷入混乱 输了海湾战争的萨达姆 一肚子火没地方发 一看这库尔德人来劲了 心想 美帝国主义我搞不定 你们这些小米夹步枪 算哪根葱啊 于是挥师北上 开始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大清洗 打的库尔德人是哭爹喊娘 举家外逃 看到这个 联合国安理会不忍心了 开会谴责了萨达姆 美国 英国 法国 更是联合在库尔德地区 成立了禁飞区和安全区 库尔德人的实力 得到了有效的保存 那有了禁飞区和安全区之后 萨达姆就和西方这些 该设他内政的国家 一直保持着对立 时不时的发生一点武装冲突 俗话说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活泼好动的萨达姆在2003年 又惹到了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 小布什以莫须有的罪名 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在这场战争里 库尔德人在协助美军攻打 萨达姆方面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因为当时美军的战术 是从三个方向 合为巴格达 其中北边的基地 就在库尔德自治区里 这件事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对于自治区的治理 一定要讲究策略和手段 大棒不能丢 但胡萝卜也不能少 否则在关键时刻 就像这个库尔德自治区 被人给利用了 这可是跟背后捅刀子 没什么区别的 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不知道萨达姆在地窖里 躲避美军搜索的时候 有没有反思过自己 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失误 萨达姆死后 伊拉克进入了内乱时代 至今都没有彻底恢复 内乱一方面是因为 基地组织的扩张 另一方面是各大部落的失控 还有那些落草为寇的 伊拉克军人组建的 反美武装的积极活动 库尔德人就在这个乱世中 逐渐站稳了脚跟 他们的政治制度 越来越稳固和成熟 不但有一个议会 还有两个政党参与议会的选举 不但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可以自保 还占领着伊拉克产油量 最高的地区 不愁没钱花 自治区的世俗化程度 也相当的高 妇女可以进入议会和军队 就是最好的例子 整个发展模式呢 貌似完全是在学习以色列 美军攻下伊拉克 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但守住伊拉克 却花了八年时间 在八年的持续 且强有力的打击之下 反美斗争 终于变成了一个西洋产业 随着一些主要首领的消失 反美武装的事迹 也逐渐掉下了头条 可是西洋和朝阳之间 不过是一个黑夜的事情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又幻想了这些人 他们重新出山 竖起黑旗 到处烧杀抢掠 最终出现了 显赫意识的伊斯兰国 针对伊斯兰国的打击 从2011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场战争 欧美参与了 俄罗斯参与了 伊拉克 叙利亚和土耳其 也参与了 但参与时间最长 存在感刷得最明显的 莫过于是库尔德人 他们在此过程中 不但赢得了国际地位 还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获得了大量的援助 伊斯兰国 如今已经日泊西山 而经过这场战争的 洗礼的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 也变成了 实力强大的政治存在 强大到 可以不在乎 伊拉克政府的脸色 而决定 自个儿搞公投 玩独立 独立的计划得到的支持者 寥寥无几 反对者倒是一大堆 首先遭到了 邻国土耳其和伊朗的反对 土耳其的反对 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因为土耳其的库尔德人 数量最多 而且一直都不安分 伊拉克这边来个独立 公投是影响很大的一件事 这事发生之后 对土耳其的库尔德人 会产生类似 和尚摸得 为何我摸不得的心思 进而让不安分的心思 更加蠢蠢欲动 尽管伊朗的库尔德人 相比之下 最为老实本分 但是伊朗也反对 这一次公投 两一战争时期 支持库尔德人 仅仅是为了 给萨达姆添麻烦 但他们自己 要独立的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因为独立之后 吃香的喝辣的 隔三差五 勾引自家的库尔德人 那以后 麻烦事可就太多了 库尔德自治区 现在的领导人 巴尔扎尼 目前需要做的工作 是减少国内的分歧 然后最大可能的 争取外人的支持 但这两样工作 都不好做 首先这国内的分歧 非常明显 伊拉克中央政府 毫无疑问的 坚决反对 自治区议会 那些非库尔德人 议员也集体反对 外界目前 只有以色列 议价支持 包括一直照顾 他们的美国 也警告说 最好延期公投 无奈的巴尔扎尼 只好对外说 这次公投 并不会立刻建国 但是定下的日子 泼出去的水 这也没法改了 对于公投的结果 可以说 那是会毫无悬念的通过的 但是会不会引起地区冲突 这就很难说了 这一次不会独立建国 但是却向前迈出了 巨大的一步 投票后 库尔德人可以借此机会 向伊拉克中央政府 索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 然后慢慢的把自治变成事实上的独立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的力量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上线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局势很有趣 获取最新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